高雄凤山黄埔新村 举办老车情聚干大事活动 希望为社区带来热闹性气象 台湾二行城机车文化 永续协会的理事长吕志贤 召集专业军事迷与一辆军用的吉普车 近40辆的金铁摩托车 再次来到黄埔新村 邀请了星际大战的黑武士 跟他的风暴兵军团 穿越时工来到黄埔新村 我们今天的model都是KOL网红的部分 其实在南部地区都有影响力 那也让这些透过网红的一些拍婚纱 还有他们特别宣传来到黄埔新村 让大家觉得黄埔新村不是只有黑黑暗暗的 好像什么东西都没有 那特别来到这里也可以感受到 不一样的眷村人文文化 跟一般典型的眷设是完全不相同的 所以也促成了本次的黄埔派对大喜事 老车齐聚干大事 也欢迎大家来到黄埔新村 我今天骑的这一台是1980年的 然后是原厂的话是叫做PX-211 那如果台湾的话是P-180D 那这台车很有趣 跟这个地方有很深的渊源 是因为之前电影的斗鱼 那这台也有入境 那时候我有客串帮忙在这边骑 然后还原当时眷村的一个 斗械的一个场景的一个文化 黄埔新村是由日式老宅 和民国风格所交织而成的文化聚落 成为凤山新兴的文化观光景点 和眷村一样老的古董车进驻 这些古董车都参与黄埔新村的斗鱼拍摄现场 是重要的场景跟影像 时方新闻 郭文 许剑逸 高雄 采访报道